Hello,大家好,我是Cincia,欢迎你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做YouTuber的一个心情的起伏 今天其实是蛮频繁的一天,也没有什么大事情好发生的 但是我在浏览我自己频道数据的时候 我真的遇到了我这个频道开播以来的第一个小挑战吧 可以这么说,就是我收到了一个dislike 这个dislike来的非常的突然 因为我上传了多少个视频之后 我都是得到的百分之百的点赞 但是在这个视频就是这个 教孩子学语言的这个视频里面 我会有一个得到了dislike 是我这个视频频道里面的第一个dislike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 我不知道这个朋友是因为手滑了 或者是什么原因给我点了一个dislike 还是说他真的就不是太喜欢这种类型的视频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点就是做YouTuber的话 确实要面对这种心情的起伏 有些事情你的那个数据是不可能维持到一个完美的水准的 但是这个确实会影响到一个人正常的一个心情 因为我还蛮感性的 就是很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所以我们真的也付出了很多 平时大家也很忙碌 然后在自己工作跟生活额外的时间 还来坚持做这件事情 是需要一个非常有耐力 非常有坚定的一个坚持的决心才能够完成的 因为做这个视频的话 还是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跟精力 然后自己的这个频道就像自己养育的一个小孩子一样 会想要精心的去呵护他 让他慢慢的长大 慢慢的发展 所以我也跟着这个频道的发展 跟着这个频道的制作在一起成长 然后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 第一个dislike 会让人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有一点点伤感 当然这个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鞭策 因为你知道有人对你的视频提要求是好事情 因为他看了你的视频之后 他才会对你的视频有要求 那么他之所以有这个不满意 或者是dislike这个情绪的话 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视频做的还不够完整 不够好 他是从你的视频当中感受到了某一个点 他决定按下这个dislike的键 我相信这位朋友是非常善意的 在帮我想要提高我视频的质量 在此我也非常感谢他 最近我一个做YouTuber的朋友 他也遇到了他开播频道以来的第一个 蛮有侵略性的一个评论 他也在完成自己的心理调试跟调整 我觉得真的想要做YouTuber的朋友们 可以关注一下 首先给我们的心理建设一下 就是你有可能会遇到的是各种各样的状况 然后整个频道的成长也是跟你个人的成长是分不开的 仅此片来纪念一下我的第一个dislike 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我的频道从一开始 从零开始 然后现在有一百多位的订阅者 到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一些艰辛吧 一些心情的起伏 也激励大家如果真的是你也愿意当一个YouTuber的话 你有可能也会遇到这些事情哦 当你遇到的时候不妨看看我的视频 你就会发现你并不是一个人 然后我经历的这些心理状态也会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看到这个频道的成长 也看到我自己的成长 好了感谢大家 也祝愿大家的频道 大家的人生蒸蒸日上 幸福美满哦 好 我是Cynthia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